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及菲尔米诺 虽然红军球迷对于俱乐部投入巨资修补后方若远的举动感到欢欣鼓舞 但看起来这支墨西赛德的巨额投入 也引起了阿利松家乡的关注 塔尔卧佐表示 阿利松甚至都算不上巴西国内最优秀的门将 当然 塔尔卧佐最推崇的巴西门将也不是卖城球员阿利松 后者是阿利松在国家队的替补 他对回声报说 阿利松以如此高的身家转会 利物浦对我们来说是个意外 一个巨大的意外 阿利松在国内从未成为巴西人心中的首选门将 在这里我们有格雷米奥的马赛洛格罗赫 阿利松曾效力于格雷米奥的同城死地巴西国籍两对同主阿雷格里港市 当时格罗赫才是人们首选的巴西国 家队门将 在阿利松随后去了罗马 而格罗赫出生于1987年 今年31岁则留在了格雷米奥 去年夏天 内玛尔从巴赛罗那转会到巴黎圣日尔曼 因为这一个巴西人成为了世界组养转会费最高的球员 那笔交易达到了惊人的2.22亿欧元约和2亿英镑 这个数字几乎是利物浦买下阿利松的三倍 但卡尔沃左透露 许多巴西人都觉得这名门将不值那么多钱 他说 许多巴西人都在好奇 为什么利物浦会在一个门将身上投入那么多钱 投入在阿利松身上 这令他们感到很奇怪 我们在网上与球迷互动 他们说 哇哦 利物浦一定有很多钱 这对一名门将 对阿利松来说都是很不寻常的 你们看到了他在世界杯上的表现 他表现的还可以 但不是那么出色 我们理解卡里乌兹在欧冠决赛中出现了问题 所以是的 利物浦需要一名门将 但这笔交易还是很奇怪 在过去许多年里 在英格兰的球尼都对巴西门将看不上眼 像他们看不上苏格兰球员一样 但在过去十年时间里 巴西门将用游异的表现证明了自己 比如迪达 塞塞尔 他们分别在AC米兰以及国际米兰成为了球迷心中的宠儿 塔尔波佐说 我们国内有配量优秀门将的传统 但自从塔法雷尔之后 我们的门将开始在国外联赛发光发热 但这似乎是新的现象 比如迪戈阿尔雷斯 他曾效力于西班牙的巴伦西亚 随后回到巴西 加盟了弗拉门戈 成为了真怪的常客 阿利松在门框前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门将 他与诺尼尔不同 不会再进区外游戏 他非常冷静 你永远不会看到他惊慌失措 或者大喊大叫 阿利松会把这种情绪传递给其他人 特别是后防线的队友 看起来阿利松在欧洲而非巴西连赛崛起 令他的口碑在国内球迷中 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这一点在利乌府并一名球员 巴比尼奥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他几乎全部职业生涯 都是在欧洲度过的 塔尔波佐说 巴比尼奥从弗鲁米南赛 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但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巴西 巴西国内只有很少的人知道他 因为他从未在巴西国内踢过一线的比赛 但他曾被誉为西马赛洛 在去了欧洲之后 他成长得很快 所以现在他与当初离开的时候 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是我们的问题 因为每年都有球员离开巴西 而且越来越年轻 他们不再具备在巴西国内踢球的经验 也没有学到巴西球员踢球的方式 人们说 这影响到了国家队 因为这些巴西球员的踢球方式都不像巴西人 马赛洛就是很好的例子 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加盟了黄马 与法比尼奥不同 他至少还在弗鲁米那赛 踢了一年的一线队比赛 所以他还有骑马的巴西球员的踢球经验 利物浦还有一名巴西球员 他就是菲尼诺尔 他同样因为早早前往欧洲敞当 而在国内名声不显 然而 塔尔沃左承认 这名前锋本应该在今年夏天的世界杯中 获得更多的上场时间 当巴军团最终在四分之一决赛中不敌比利时 惨遭淘汰 塔尔沃左说 菲尔米洛当年所效力的废骨埃伦斯 是一家中小型的俱乐部 徘徊于巴奖以及巴尼之间 后来他去了霍芬海姆 那里的人说 我们有一名巴西球员 在这里表现很出色 但我们却在想 威尔米洛是谁 没人认识啊 但现在他的确踢得很出色 我们对热苏斯在世界杯上的表现感到非常失望 那种失望甚至超过了威马尔 考虑到我们对他们的期待 热苏斯可能是所有球员中表现最差的 但这还是很好理解的 因为他依然年轻 他身上背负了巨大的压力 热苏斯在试遇赛中表现得很出色 但在世界杯上 我认为菲尔米洛本应该获得更多的机会